距离崖顶不远的密林里 有条盘踞而过的河流 培记立在河道中央 任由蔓延的魔器进在身旁 河流流速极缓 斜来缠缠若琴音的水声 与哀气般的悠然寿命 与其他几人相比 他的运气实在糟糕 当睁开眼便置身于摩西四灭的寿巢 被困恋妖塔的魔兽向来修为不低 一旦群聚而起 就更是难缠 他硬生生凭借一把剑杀出重围 在一时即将涣散的时候 遇见了白夜与永归 他们说 在不久之前见过宁宁 他与孟觉师兄一并去了崖顶 到现在仍未归来 培记身怀魔族血脉 较知正统修真人士 能更为清晰地察觉周遭魔器 此地黑雾阴晕 寻常人看不出猫腻 他却能明明白白地感知到 越往上走 笼罩的死气越强 他忧心宁宁遇上危险 因而聚下永归先行疗伤的提议 执意前往崖顶与他会合 少年念及此处 黑眸中一意见浓 自喉间发出一声自嘲的轻笑 结果却见到宁宁不顾自身安危 一把将孟觉推开 而那位光风济月的大师兄 把他护在身后 抬手抹去女孩脸上被剑射的血迹 宁宁不必舍身救我 兄长庇护你此生周全 哈 此生周全 慢至腰身的河水冰凉 偶尔随波荡起 舔尸在被利沼撕裂的伤口上 惹来钻心透骨的剧痛 裴继对此无动于衷 轻垂了眼睫 伸手自合里盛起一捧清水 发狠般按在小腹上的血痕 他吞了上衣 血与水混合着躺下来 把身侧的河水染成暗红色泽 恍如朱砂层层蕴开 这会儿手掌按在伤口上 虽名为清洗 却毫不犹豫地狠狠发力 那块皮肤更加血肉模糊 斜指不住地往外涌 只有这样的剧痛 才能让他从激进混沌的神志里 寻回些许清明意识 更何况他早就习惯如此 无论裴继还是旁人 没有谁会在乎 裴小继 你疯了 成颖在石海中狂跳不止 语气里罕见地带了几分薄怒 你吃醋就吃醋吧 犯得着这样折腾自己 快给我停下 暮色里的少年拧起薄唇 按声应他 我没 说到一半 自己先停了口 他没有否认的底气 当看见孟爵朝他一步步靠近 手指拂过凝凝脸颊的刹那 他能清楚感受到自内心翻涌的情绪 胸口发闷发酸 平白无故生出许多委屈和气恼 只想仓皇地一开视线 仿佛站在那里都成了种折磨 即便不愿承认 但那分明是齿 裸得极度 如同石骨焚心的裂眼 灼得他快要磨正 裴激缓缓吸一口浊气 手掌途经肩头带血的裂痕 不自觉愈发用力 谋色更甚 大师兄行如冰湖秋月 品性 剑术与地位皆是一流 哪怕那般亲密的植树胸翼 面上也不见分毫聚色 也因此 孟爵能直言不会告诉宁宁 护他一世周全 可他能吗 不久前 还有人将他疗伤用的仙拳 换作毒水 甚至伤及凝宁 在他小腿之上浊出血痕 他的身份如此低劣不堪 顶着魔物的头衔 永生无法摆脱 即便无人 在明面上刻意针对 却难掩暗潮之下的 鄙夷与排斥 除了剑术 裴激未曾追求过 其他什么东西 除了剑术 自初生起便备受增悟的少年 心知肚明 他也配不上别的什么东西 更何况是那样明亮且温暖的宁宁 他真是没用 英雄配美人 所有故事里都这样写 倘若宁宁当真 与师兄在一起 那也是情理之中 然而 只要一想到这个结局 裴激的心口 就空落落地发疼 亏他还带着满身伤来找他 他却一句话也没说 只顾着站在孟师兄身旁 一点都 一点都不在意他 他心烦意乱 委屈和烦闷 全都无从发泄 只能一遍遍擦拭身上的血渍 却因为太过用力 导致伤口更严重地崩裂开 成颖大呼小叫 气得不行 吭哧吭哧的喘气声 持续了好一会儿 不知怎么 突然在某个瞬间没了声息 裴激心有所感 不动声色地抬起眼睫 身着素色纱裙的女孩站在岸边 目光定定落在她身上 不悦地皱了眉 你就是这样清理伤口的 是宁宁 她此时不应正与孟师兄待在一起吗 裴激有些发猛 顺着她视线所望的方向 轻轻一觅 恰好是她胸前 神色阴郁的少年略意停顿 旋即整个身体向下压低 将胸膛尽数没入水中 只露出修长脖梗与苍白面庞 裴激把声音崩得很冷 桃花眼里 迅速笼上一层薄冰 你来做什么 成颖不屑冷哼 让这小子对她爱答不理 现在好了 客星来了 该有好戏看了 瞧她那附令人 作偶故作姿态的模样 面对宁宁 似乎还挺拽 也不知道是谁委屈的激进爆炸 在心里一遍又一遍想 她为什么不来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裴激身上便不抓痕与咬痕 宁宁看得直皱眉 本想义正词言教训她几句 画到嘴边 却不争气地软下来 你先上岸 我帮你 裴激的目光有片刻闪烁 很快消逆无踪 不用 我自己来就好 她从前可不会用声色僵硬的语气 讲出这种话 像在赌气闹别扭 宁宁隔着迷蒙的黑雾 摇摇望她 没说话 裴激几百 细血般的肤色 在目光中尤为明显 因发带被取下 乌发犹如瀑布凌乱散开 倾泻在躺动的河水上 视线在向下 能见到她脖子的一道细长红痕 自锁骨攀覆而上 被湿如发丝遮掩大半 无论裴激拥有 多么凌厉冰冷的目光 都难掩这份异样的美感 更何况少年的眼眶 不知为何隐隐发红 在冷白肌肤的映衬下 无处可藏 宁宁心口有些躁 下意识抿了抿唇 她看出裴激不高兴 她为什么会不开心 之前在解鱼的浮屠镜里 裴激不是好好的吗 要说在那之后 发生了什么 宁宁半开玩笑地想 难不成是因为 她和孟爵闹的那场乌龙 她本来是带了几分调侃的 从脑子里冒出这个念头 然而想着想着 却渐渐品出了点不对劲 按照永归小师傅 与白夜的叙述 裴激既然能顶着伤口 上山来寻她 就说明她在来到雅顶之前 并未置气 要说唯一能有什么萤火索 似乎真的只剩下她与孟爵的那番互动 难道说 裴激是因为她舍命救下孟爵 被后者近身擦去血迹 所以才感到不开心 不会吧 这个设想似乎有些过于大胆 它究竟意味着怎样的情愫 分明是那样不言而喻 宁宁想 她一定脸红了 仅仅因为某个天马行空的念头 真没出息 她看着前方双目微红的少年 毫无预兆地感到心慌意乱 想起裴激身上的斑斑血迹 只得再度色深开口 你 先上岸 宁宁说罢一顿 见她没做反应 把声线扬高一些 你要是不上来 我就下去 这句话果然有用 河水冷如冰屑 裴激定然不会让她 置身于滚滚水流 稍作停顿后 疏然起身 蹚着河水缓步上岸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 她依旧拿她毫无办法 只能乖乖听从 伴随着双腿在水中 迈开的哗啦声响 宁宁终于看清她此时的模样 雾琪一笔一画 勾勒出少年挺拔的身影 黑发被河水浸透 湿漉漉贴在她 为着片驴的手臂与腰间 宽阔的颈尖线条流畅 向下则是躺着血的胸膛与小腹 腰身净瘦 苍白的过分 裴激感受到她的视线 身形显而易见的陡然一僵 滴垂了眼睫 死死盯在河面上 她 她干嘛要这么害羞啊 这本应是再正常不过的场景 却因裴激这个回避的动作 隆了层若有若无的暧昧气息 宁宁本来就有些紧张 如今更是觉得一股热气往头顶冲 浑身僵硬地动不了 她这样 倒称的她像是对美色图谋不轨的恶人一般 宁宁不露声色 拧了敏唇 虽然她的确有被诱惑到 等裴激上了岸 最初那股别扭的劲儿便悄无声息消散许多 受过伤的少年浑身带着股血腥气 宁宁让她坐在河边 从储物袋拿了块手帕 我听白叶他们说 是你放心不下 执意要来雅顶找我和师兄 宁宁垂着脑袋 将进了水的手帕 在她脖子上轻轻擦拭 裴激一低头 就能看见她线长的漆黑睫毛 像扇子一样 只需要轻描淡写的移动 便能把她心口力气尽数扇去 只留下零零星星的酸涩 她真是狡猾 明知她打定主意独来独往 却总会在这种时候 一步步靠近 让她连气脑都做不到 可这样一来 你身上的伤口 不就全部恶化了吗 宁宁全身贯注地失去血迹 用指尖点了点 那道伤口旁的侧颈 是不是很疼 裴激摇头 闷声反问她 孟爵师兄呢 问完又觉得后悔 怎么会讲出这种 没头没脑的话 怎么 宁宁笑了 难道比起我 你更想见她 她说话时抬了头 顺着少年硬朗的下颌线条 一直望上她漆黑的眼瞳 裴激的眼眶 还是有些红 瞳孔则染了珠网般的血丝 硬着眼尾泪滴一样的小致 显出与平日里 截然不同的迷离与狼狈 她语气干涩地开口 浅粉的唇瓣脱了色 单薄如指 不是 停顿虚余 又哑声道 我只想见 她分明只想见她 这个秘密 被深深埋在心里 宁宁永远不会知道 裴激听见她的一声轻笑 宁宁没有追问 被她藏起来的那个字 一边继续擦拭血迹 一边缓声问道 你为什么不高兴呀 她用了故作疑惑的 勤了笑的语气 没有抬头看她 是不是因为我 裴激没做多想的应答 不是 真的 宁宁低声说 我还以为被你讨厌了 隔着一层薄薄的手帕 裴激能感受到 她指尖柔软的触感 划过伤口时 又痒又妈 牵引着尖锐的疼痛 疼痛本应是 令人难以忍受的感觉 却因她的触碰 让她几乎上瘾 裴激烧脸神色 深吸一口气 我不会讨厌你 她口舌笨拙 却努力想要同她 多说几句话 被伤口上一道刺骨的良意 惹得轻轻一颤 声线更加阴雅几分 无论如何 我都不讨厌你 宁宁没有立刻应声 她似是在心里 斟酌了半赏措辞 嗓音像碰撞的铃铛那样 清脆响起来 那 你喜欢和我说话吗 她说话时 指尖用力 在她小腹上的尺痕旁 轻轻转了个圈 疼痛像蔓延的火苗 裴激下意识咬牙 不发出羞耻的声音 一个古怪的问题 她像是投了翔般 无可奈何地答 喜欢 这两个字 被无比声色地念出口 让少年的耳根 染上醒目粉红 好似一汪荡开的水 无声息地蔓延到 薄梗于脸颊 宁宁隔得那样近 一定全都看在眼里 她见她脸红 会不会觉得很可笑 她正因这个念头 胸口一痛 耳边又响起宁宁的声音 牵手呢 你也喜欢吗 她的手指慢慢下移 已经来到她小腹 裴激浑身紧绷 僵硬得犹如雕塑 她的声线同样生硬沙哑 仿佛于耳根一样 滚滚发烫 嗯 哦 她低着头问 拥抱呢 她步步紧逼 问得越来越爱美 吐出的每个字 都压在她心头上 裴激无路可退 故作镇定的嗓音 不自觉发颤 喜欢 宁宁停了好一会儿 关于裴激 为什么会不高兴 关于她藏在心里 未曾出口的秘密 她似乎什么都明白了 坐在河边的女孩 雾地抬头 视线与她匆匆交错 她的面上涌着飞红 嘴角却挂着笑 真的 那道上扬的尾音 像猫咪摇晃的尾巴 挠过她耳膜时 细细地痒在浑身血液里 疏地炸开 脑袋里只剩下 岌岌可危的最后一根弦 裴激看着她的眼睛 神智犹如被蛊惑 只能顺从心意地答 是 跟前的小姑娘 朝她眨眨眼睛 旋即一言不发 伸出左手 握住裴激凸起的腕骨 在四散开来的雾色中 她看见宁宁再度低头 终止止节的 那道陈年伤疤上 突然附了层温热的陌生处感 那是少女柔软的嘴唇 周围的一切声响 似乎都因为她的这个动作 而尽数消散 万籁聚集里 只有心脏疯狂跳动的声音 脑海中是前所未有的慌乱不堪 心口有什么东西轰隆隆炸开 裴激只觉得恍如置身梦境 而宁宁垂着脑袋 看不见神色 仍是用听不出起伏的语气问 这样呢 她无路可退 溃不成军 猴头不自觉地上下滚落 裴激在江湖一样的思绪里 居然只猛猛说了句 血脏 这两个字没说完 就迟钝地悬在舌尖 宁宁欺身上前 带着枝子花香气 不由分说吻在她耳垂 她的声音贴在她耳畔 像一阵暖洋洋的风轻轻掠过 止不住地站立犹如电流 自耳根飞速蔓延 席卷全身的每一滴血液 每一根骨髓 她听见女孩语般的低难 那 喜欢这样的耳朵 裴激的耳朵肉眼可见变得通红 红得好像只要再稍稍一撩拨 就能滴出烟红的血 当她的唇瓣与之触碰时 能感到少年浑身上下腾涌的 进了和风的热气 可爱到犯规 裴激 宁宁笑意更深 后退一些凝视她的眼睛 她开口时 夹边样出两个浅浅梨窝 声线仿佛进了枝字花的甜 让她不由自主意乱情迷 无法抵抗 心动得难以抑制 宁宁的声音 同剧烈心跳一并响起 裴激听见一声极轻的笑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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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